賴索托,非洲南部一個極小的山地國家 多年來一直飽受貧窮困擾 這是一名的孩子的家庭 這是孩子的家庭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家庭的情況 它是在山洋的地方 為何是難受到水、電力和道路 無水無電,交通不便 飽受貧困的賴索托暴落 因為疾病造成的孤兒不斷出現 2010年,衛禮法師在賴索托建立的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簡稱ACC,開始修養孤兒 非常敬佩,也非常隨時我們的和尚爸爸會禮法師 所以當我覺得我可以貢獻一份心力的時候 我就決定我要過來這裡幫忙 淺藍色,對,淺藍色下面是紫色,還記得嗎 來你們看天秘的,他畫的是對的,紅豬 通過教育,來改變孤兒的命運 ACC,嘗試為非洲孤兒摸索出一條未來之路 這是什麼?誰會念? 舉手,誰會念?來,添讀 我覺得我最愉悅、最快樂的地方是 他們可以感覺到你投入在他身上的一個情感 我覺得我是他們的各個陪伴者 以中文教育為父,當地課程為主 ACC成為非洲民間首個引入中文教學的慈善機構 在未來的未來,中文教學會成為主 電話最主要是英語 When talking about time, we are going to base ourselves on Third in Isisoto is Mesuzwan And we are going to base ourselves on Mine Since we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it's very challenging at times because we do things differently but, it'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are learning from them and they are learning from us 就是为这些孩子 成为未来的更好的人 尊重彼此文化 与当地教职共同心协力 ACC重视 并致力于赖索托传统文化的传承 我是7岁 我的日常工作是照顾我的孩子 他们很好的 他们很聪明 他们很聪明 他们会有一个正确的未来 为了强身健体 ACC也为了小朋友他们 开始了功夫的课程 为了强身健康 功夫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孩子们每天练习功夫 也是在学习中华文化 虽然我们的肤色不一样 但是我发现 他们在学我的过程中 跟我们一样 不怕苦 不怕累 看着他们能健康地成长 我感到很欣慰 除了中华文化 佛法的学习 亦都是小朋友们 日常重要的功课 当他们了解佛法当中 因果的道理 以及六道轮回的痛苦 他们会愿意去改变自己 念佛本位 你们太厉害了 然后先需要是 生死心 什么便是生死根 当佛法能够在他的生活当中 起了作用 他心里面种了一个 善法的一个种子 那么整个非洲自然 就会有更多的善法的种子 会遍地开花 要是生死根 毕 sy书 每天能够在我的生活当中 这次的美国 我们在我们在学习 人们真面目 在我向前面 所以累习 没有人真心 这个已经是生死根 我们的地团 是一加 以中华文化为养分 帮助非洲孤儿 滋养非洲大地 一切音众道远 感谢大家 在赖索托 能够坚守一方净土 修行这一回事 其实就好像说 中国的东方有一种族族叫做毛族 毛族 他说途四年 农夫要种毛族 很用心去照顾 很刻意去照顾 但是怎么照顾 毛族在四年内 他只有长三公分 你再怎么交肥 再怎么施肥 再怎么照顾 他就是只有三公分 但是他第五年开始 第五年开始 说 一天是长十五公分 我感谢大家